梁氏秋十二岁就考见了清华 别人小生初的年纪 他就已经去感受最高学府的氛围了 在清华求学时 梁氏秋正是长身体的年龄 因此他的食量大得惊人 还经常饿得肚子呱呱叫 他曾说自己最羡慕长颈鹿 想象食物通过长长的颈子 慢慢咽下去时 一定很舒服 看到整案的梁氏秋 我老海当中不幼 只举毛起了两个子 梁氏秋本人也自称 智世之饕铁 乱世之饭桶